品不同故事 看漫图 我穿越到了男主小时候,欺负他的恶毒女配身上,不过还好,我穿得及时,穿到了第一次见到男主的时候,一切都没有发生。 原主是下国一位十分受宠的公主,名为楚娇,封号平昭公主。 之所以受宠,是因为楚娇是皇帝这十几个孩子里唯一的女儿,而且由皇后所出,谁都不敢忤逆这位公主。 但是,有位男子他就不一样,哎他就不待见这位公主。 哎,没错就是我们的男主宋承玉。 在宋承玉小的时候,他的爹爹在边关和景国打仗,在廊山被下属背叛,横尸荒野,那时宋承玉十岁。 他娘收到丈夫死去的消息后,万念俱灰,等到下属被诸九族之后,才在一天夜里,吊死在寝居里。 莫大的宋家,顿时分崩瓦解,昔日的亲戚,借着吊宴之名,企图分夺宋家财产。 太后不忍心表妹的孙子受难,便寻了个由头,将宋承玉弄到宫中,财产封存等将来,宋承玉取妻时,再回宋家继承财产。 而那个由头,就是刚平昭公主的半读,而在平昭公主第一眼见宋承玉便喜欢上了,但是那时刚经历丧父丧母的宋承玉,自然不会笑脸相迎,只是一双疏远的眸子望着她。 于是,这位娇贵的公主十分生气,当即便罚了她。 可我们男主哪是会低头的? 就这样,这位公主三天两头找男主的麻烦,甚至不惜侮辱她的父母,导致男主越来越厌恶她。 结尾的时候,这位公主被男主算计到末国和亲,最终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。 这本书名为丞相,是本男评文通天都是男主慢慢进入朝堂,最终成为丞相的故事。 里面很少有男女主的爱情线,虽说最后美好大结局,但是读者都吐槽,男女主爱情线也太少了,看不出来俩人感情有多深。 当然这不是重点,重点是我已经快被嬷嬷训封了。 我明明好好走路了嘛。 可嬷嬷非说我没有一点公主的样子,让我改。 太气人了。 我怎么没有一点公主的样子了? 我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贵族气质好不好。 改了一个上午了,我才终于有了皇家公主的样子。 看着我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,嬷嬷终于松口,让我去用午膳了。 果然,当我到院外时,宋承玉已经坐在石凳上了,正在帮我的碗里放我最爱吃的肉。 呜呜呜,不愧是我日夜弄。 李温暖的小玉 第一次见宋承玉的时候,我正在我娘怀里吃糖葫芦。 我第一次见这么好看的小孩,比我十几个皇兄还好看,这么好看的孩子一定要抓来当老公。 我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糖葫芦,跑到他面前糖葫芦给你,以后你就是我的驸马喽,挨压,他肯定很开心吧? 嘿嘿嘿。 弟,竟我这么可爱,还大方。 周围瞬间鸦雀无声,我的娘走过来,把我抱起来,轻轻拍了下我的屁股。 可,娇娇,这是承玉,以后就是你的半毒了。 你们先玩,一会儿母后,还有事,就先走了。 娇娇不许欺负承玉哥哥知道没。 说完就又和承玉说了一些话,便离开了,留我和他大眼瞪小眼。 不得不说,宋承玉是我见过最乖的孩子,从不哭闹,从不哭泣,对谁都是十分有礼貌的。 即使有人冲撞了,他也从不生气。 可我知道寄人篱下,失去双亲的他并不开心,可是我不希望他不开心,于是每天都会想法子逗他开心。 可是,无论是爬树还是逗曲曲,他都不感兴趣。 直到有次我出宫去皇叔那里玩了几天,回来之后却没有看到承玉的身影,问了才知道他被我十五皇帝叫走了。 我总觉得不妙急忙跑过去,果然在十五皇帝的院外,发现了躺在草地里奄奄一息的宋承玉。 我吓哭了,急忙让宫女去请太医。 太医说,还好我回来得及时,不然就见不到宋承玉了。 可我知道,如果不是因为他是男主,只怕早就凉了。 即使宋承玉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,到底还是落了病根,一到天气寒冷的时候,就会咳嗽。 至于十五皇帝则是被禁足一年,那些个参与此事的太监全部被杖杀。 可我依旧不满意,以前因为宋承玉跟着我所以他们不敢对他怎么样,这次我不过才走几天就敢如此。 十五皇子虽然平时玩闹了一点,但绝不会想到去欺负宋承玉,所以绝对有人教唆了他。 而看过原著的我,第一个就想到了原文的大反派,四皇子楚越。 楚越的母妃是个贵人不够受宠,不过她自己够聪明善于交际。 楚世作风,也随皇帝一般,因此很受父王器重。 但是父王最满意的还是和我一母同胞的三皇子,而最近三皇子又娶了苏丞相的大女儿苏南燕。 再加上宋承玉逐渐长大,护国功臣的儿子即使将来没有大作为也不容小觑,何况宋承玉自小陪在我身边,将来可能也会像着三皇子。 不能为他所用的人自然是尽早除掉最好,于是他便拆人趁我不在时借刀杀人。 众人都知十五皇子调皮捣弹打人是正常的,自然不会怀疑他。 但他不知道,我知道。 原著里就是四皇子教唆平昭公主和十五皇子一起欺负宋承玉的。 现在我虽然不能教训四皇子,但是可以隔应他一段时间等将来再算账。 于是第二天早晨我带着宫里的人气势汹汹地冲进十五皇子的寝殿,正巧四皇子楚越也在,那就更好了。 我拿着一米长的板子指使工人将十五皇子架到院外的凳子上,十五皇子怕极了不停哀嚎,让楚越救他。 楚娇你想干什么? 四哥? 四哥救我? 楚越看我如此皱着眉头问我。 娇娇这是干什么? 将板子放下。 来人! 将公主带回寝居。 我极其嚣张地看着他,眼里带着傲慢。 四皇兄来这里做什么? 难道四皇兄不知道楚阳被禁足了吗? 若是父王知道皇兄来这,只怕会多想吧。 我望了望他周围的宫人更加嚣张。 我今天就站在这里,皇兄看看他们谁敢拦我。 若是皇兄拦着我,我的护卫也不是吃素的。 父王最为宠我,因为给了我不少护卫,这些护卫也都是顶厉害的,轻易没人打得过。 宫人们面面相去,最终都低着头,不敢上前拦我。 楚月十分生气,却又打不过我的护卫,只好被我的护卫拦在门口。 我看着躺在凳子上瑟瑟发抖的楚阳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吗? 我没错。 那宋承玉不过是一个孤儿。 我打他怎么了? 啊! 楚娇你竟然真的敢打我。 啊! 四哥救我! 啊! 错了没? 楚阳我最后问你一遍错了没我使出吃奶的劲一下一下,使劲打在楚阳的屁股上。 我错了我错了,我不该欺负他,我错了我错了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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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承郁从里面慢慢地走出来,面颊依旧苍白,嘴唇好,无血色,向我们行了一礼。 承郁命贱,怎能让王爷登门道歉,是承郁之果。 我看着他低下的头,只觉得心里饭疼,我赶紧让工人将楚阳抬走,跑到他面前扶他起来。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,如果我没有出去就好了说着说着,我不自觉就哭了。 我当初明明说好,要护着你,不让你再受不了了委屈的。 我,哭着哭着,一只微凉的手,附上了我的脸后,又立马退了回去公主不必自责。 若是没有公主,承郁并不能活得这么轻松,承郁在心里很谢谢公主,公主莫要再自责了。 夜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还是去了她的院子,看看承郁睡了没。 果然发现她没有睡正坐在院子的椅子上,不知想些什么。 我不敢过去打扰,却发现她早已经知道,我来了。 公主是深夜睡不着,才来承郁这里的吗? 既然来了便坐吧。 听她这样说,我才慢慢地坐到她旁边的椅子上,我闻到了淡淡的酒味,她喝酒了。 你病还没好,怎么能喝酒? 她淡淡笑了笑一次而已,公主让我喝一回吧。 我知她心里不好受,所以没有再阻拦,只告诉她少喝点。 父亲被杀的消息传来后,府中突然热闹了,我见到了从未见到过的远房亲戚。 母亲整夜睡不着醒来,还要应付那些人,我原以为她会陪我长大成人,没想到她还是跟随去了。 她死去的那天,一直在陪着我,时不时盯着我很长一段时间,我依稀觉得不对劲,却没料到她是想与我诀别。 她摸了摸杯子后,又放下。 我一直告诉自己,不要难过,不要在意,可当我听到他们说,我是孤儿,我还是很难过。 我不禁想,倘若父亲不是将军就好了,或许就不会死我也不会是孤儿,我始终不能释怀,他们就这样离我而去。 我慢慢喝了一口酒,有些辣,便放下了,不再拿起以前我看书上的话本说,人死之后,会变成星星看着自己的亲人,在人间过得好不好。 只要你心中有他们,他们就一直存在。 关于宋将军,我想,如果能够重来一次,他依旧会选择保家卫国,因为如今太平的下国,是无数将士日夜驻守的。 结果,我觉得身为他的孩子,理应是骄傲的,即便宋将军不在了,以后我就是你的靠山,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,有我陪你。 将来还有你的女主,你一定不是孤单一个人的。 想了想我又补了一句你将来一定很厉害。 说完之后,我就发现宋承玉一直在盯。 这我,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情绪。 嗯,将来承玉一定会重振宋家的荣光,父亲和娘亲在天之灵,一定会很开心。 说完他笑了一声,伸出手,似乎是想帮我把额前碎发撇到脑后。 我紧张得不敢动,可惜最后他还是没有帮我,便起身请辞了。 我也向他拜了别便离开了。 我隐约觉得从那天起,他笑得越来越多了,当然只是在我面前,而那年我十二他十四。 嬷嬷一点也不可爱,训了一天。 你都不知道那走姿有多难受,要不是为了吃饭我才不那样走呢? 宋承玉站在一旁笑着。 公主是皇上唯一的女儿,自然是要学习礼仪的,不然将来都说我们的平昭公主不懂礼节。 嬷嬷这也是为公主好。 我杂罢杂罢嘴不满地吃着碗里的肉。 好吧,玉带王冠,必成其重,谁让我是公主呢? 嘿嘿嘿。 宋承玉看着我大快朵頤的样子,微微一笑。 公主还是慢点吃吧,记得上次您吃糕点噎到了,吓得白菜脸都绿了。 我停下手中的筷子,望了她一眼,为什么要提我的黑历史? 不过白菜那时的脸,确实绿得发青,所以我才给她赐名白菜的嘿嘿。 这时,白菜急冲冲地过来了。 公主,皇后娘娘派人过来,请您一会去一昆宫呢? 母后怎么会突然找我? 我这两天没饭事啊,这一刻我把这几天干过的所有事情都过了一遍,发现自己确实没有闯祸,那就奇了怪了。 之前母后曾说让我没事不要找她,除非她召见,因为我以前经常带着宋承玉去她的寝宫。 我也不想招她烦,主要是父王给她的宝贝太多了,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都有。 虽然父王也给我,但是都不及母后的,我太馋了。 母后为什么找我? 奴婢,奴婢听说是侍郎的二子,也就是叶二公子想娶您。 叶二公子现在似乎在,在一昆宫。 白菜说完,赶紧告。 退了跑出院子才松了口气,她刚刚看到宋公子听到叶二公子的名字后,那眼神也太可怕了吧,也就公主天天说宋公子温润如玉,在他们看来,那宋公子比冬天的天气还老。 我听完白菜的话,停止了扒饭,下意识地抬眼瞅了眼宋承玉,哦或完蛋。 我还没说话,宋承玉转头就走了那样子,仿佛是被人抛弃的小媳妇。 这叶二好像有那个大病,闲得没事找事吧? 侍郎的二子名为叶辰,天天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。 我们第一次见面,还是在公宴上,我不喜欢那枯燥无味的舞蹈,便带着宋承玉出来走走,走着走着,就听到一声。 公主 我回头一看,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少年,年龄和宋承玉玉差不多大,一脸殷勤地望着我,啊,旁边的宋承玉。 小爷我叫叶辰。 九闻公主有沉鱼落雁碧月修花之姿,今日一见,果然如天上仙子一般,令人神亡。 这话说得确实挺漂亮,如果是对着我说的话,其实也不怪叶辰认错,那天我特意给宋承玉准备了套衣服,那可是我亲自设计的。 就是,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做出来有点,有点像女孩子穿的。 但是我肯定不会告诉宋承玉这像女孩子穿的呀。 我死皮赖脸地让宋承玉穿上了,并且给她编了辫子。 结果效果格外地好,呜呜呜,果然是男主呜呜呜这脸,这身材,呜呜呜我的梦中情郎啊。 叶辰仔细地打量着宋承玉不时地点点头,顺便抛个媚眼。 我想笑,可是我不敢。 在下宋承玉见过叶公子,这位才是平昭公主。 听到宋承玉提到我,我立马挺胸抬头一副我很高贵男人不配的样子。 叶辰猛了,十分猛了,仿佛不能接受。 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她的目光打亮着我,最后又落在了宋承玉身上。 呵呵男人。 在之后她,但凡有时间进宫,都会去找宋承玉,不过都会被赶出来。 偶尔也会来看看我送我几个民间的小玩意,还有吃食。 有时候,我也会偷偷地跟着她出宫去玩,不过每次都会被宋承玉发现,她总是板着脸让我离叶辰远一点。 其实她不用害怕的,叶辰是弯的矮。 直到有次我因为被人推下了水生了病,醒来发现宋承玉不在。 我还记得宋承玉回来的样子,一身藏青色的袍子带着泥泞,脸上还泛着字眼我连忙询问她,她什么也不说,只告诉我离叶辰远一点。 原来是去见叶辰了,那孩子干啥了,给我家小玉弄成这个样子。 我当即就出宫见了叶辰,她更惨,脸上没一处好的,我询问她,怎么着小玉了,她只是看着我笑,一脸神秘地说。 我说小爷我想娶她做媳妇,她生气了,就抓着我打可疼了呢,你看我的俊脸。 看着我震惊的眼神,叶辰似乎很满意。 我无语了,直接伸手,又往她脸上掐了一下,疼得她嗷嗷直叫。 等我回寝殿的时候,就看到宋承玉站在门口,这一次她没说什么,看也不看我一眼,就走了。 在之后,无论我怎么哄宋承玉,都不理我,整整一个月,直到我答应她,再也不见叶辰,并且拒绝了几次叶辰的邀约她才开始理我。 这之后有一两年没见叶辰了,这一来就给我扔了个炸弹,她不是喜欢宋承玉吗?离了大谱了。 在我前往母后的路上,就看到叶辰躺在一棵大树上正悠闲地玩着树叶。 叶二 你给本公主下来,不给你点颜色看看,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屁股开花红又红。 扑,公主还是如此活泼可爱,两年没见,不知道公主想小也没。 想你个大头鬼,说今天来干嘛的? 你要是敢娶我我就,我就把你是断秀的事说出去。 扑,不过一句玩意话,公主不会真的信了吧? 真蠢,蠢你个大头鬼,我就是嫁给村东头的王二麻子,我都不会嫁给你。 不知道我的哪句话,触中了她的笑点,她在树上笑了几声就跳下来,摸了摸我的头。 下次见,小媳妇儿。 呸,谁是你小媳妇儿,敢占我便宜? 我想踹她,可惜她先一步走了,气得鞋都踢飞了,都没追到她。 我一走进母后的宫殿,就开始撒泼,表示我死都不会嫁给叶晨。 母后痴笑一声, 你想嫁我还不同意呢? 叶秋生休想让她儿子娶我女儿。 啊这,我还以为我要上演被逼无奈,逼上梁山不是,最后忍着伤心,为了嫁国。 大意嫁给叶晨呢? 结果怎么感觉,不是我的故事,而是上一辈的恩怨呢? 岂有此理,那我岂不是? 没戏份了。 我走出宫殿的时候,总觉得不对劲,但是我想不出来,算了算了,不想了。 我跑回去后想和宋成玉分享喜悦,可是她的小丝却给我拦在外面不让进。 就这样,宋成玉又不理我了,于是我三天两头往她院子里跑,但是这一次她就是铁了心不理我。 转眼快到了,我急急的时候了,我邀请她的时候,也没有回信。 切,不理人就不理人嘛,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了。 急急那日,我被好多宫女包围着,我被硬生生折腾了好长时间,才放过我。 所有来参加急急礼的千金小姐都夸我貌若仙子,我笑了一下,傅看向她们。 是吗? 那些千金面面相去都不敢说话了,向我行了个礼,就赶紧退走了,生怕我会怎么样他们。 毕竟当年我带人闯进楚阳宫殿,把楚阳打哭,还什么罚都没受的事,可谓轰动全国。 自那以后,我和四害并列成为五害之一,而且我排第一。 宴会进行了一大半,宋成玉还没有来,我觉得没有意思,就去御花园完了。 完了很久,宋成玉没来,倒是来了夜晨,看他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,我就想给他两全。 公主要等的人啊,如今应该已经到了镇国公府了,真可惜啊。 自宋将军死后,皇帝感念他这一生的贡献,于是追封他为镇国公,并赐了套府邸,如今应已建好,不然宋成玉怎么住进去呢? 可惜你个大头鬼,谁说我等,他了他爱来不来,谁稀罕。 今天夜色这么没我出来,看星星看月亮不行吗? 行,怎么不行? 只不过小爷我知道,一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看星星看月亮。 哦? 公主难道不想知道是哪吗? 那还不快带我去? 我趴在窗台边,看着下面来来往往的人群,望着一旁喝酒的夜晨。 这就是你说的看星星看月亮的好地方。 夜晨挑了一下眉,看着月亮。 难道不是吗? 这里不仅有月亮星星,还有人。 我白了他一眼,又无聊地看着来往的人群,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 宋成玉。 他穿着一身白袍,头发用玉簪扎起,和来往的人群相比,显得格外不识烟火。 我想喊他,却见他正与一个女子说话。 那女子也是一身。 白裙,笑起来,还有酒窝,看起来格外可爱。 他不参加我的几集礼是为了陪这个女孩子吗? 我的心里微微泛着酸,她的名字在我喉咙里转了几圈,最后又被我咽了回去。 我转头看向夜晨,此时他也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 我走过去,狠狠踩了他一脚。 你故意的? 故意把我带过来,看到是不是? 哎哟,姑奶奶,我真没有。 我的天不至于下脚这么狠吧,哎哟疼死我了。 夜晚,我一个人怕被窝里摸摸地哭,宋承玉和那女孩说话的样子一直印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,我想我大抵是喜欢她的。 可惜,我们是不可能的。 她若娶了我成了驸马,又如何施展自己的才华,带着郑国功夫,走向又一个辉煌呢? 我该清醒了。 之后的日子,我也是努力学习琴棋书画,虽然不尽人意,但是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去了。 至于宋承玉,呵,那可不混得风生水起吗? 不止在朝中地位越来越高,大臣们巴布地和她成为亲家呢。 这个时候,女主应该女扮男装,成为男主的幕僚了,然后他们会共同经历好多事,最后相爱成婚,其他人应该是没机会了,包括我。 为了杜绝听到宋承玉的任何消息,我决定出去玩。 去远的地方玩。 听说有位得到高僧,如今正在袁家寺讲学,许多人都想去见见这位高僧。 我也想,可是我待了三天高僧的人影都没见着,可是摘饭我真的吃够了,好想吃肉。 我坐在湖边,正在唉声叹气呢,忽然闻到一股香味,是烤鱼。 我竟然馋出幻觉了。 可是再仔细闻闻还是有,我便顺着味道走过去。 一个男子正卧坐在一个火堆旁,他手里正烤着鱼,这里偏僻难寻,也难怪他敢烤鱼。 唯,佛门圣地禁止杀生。 他转头看了我一眼,笑着晃晃自己烤鱼。 那,我这串给你了,你不告诉别人好不好? 我砸巴砸巴嘴,小跑过去。 谢谢,既然如此,我就不告发你了。 最终在太阳快落山时,我们终于决定放过河里的小鱼了。 我打了个饱饱的隔响,他到了声谢就想跑。 他拉住我问我叫什么,我想也没想,就说了句。 我叫白菜,地里土生土长的大白菜的那个白菜。 他似乎是。 被我的名字给震住了,嘴角的笑都略微有点僵硬。 又过了三天,我又开始馋了,当我再到那里的时候,果然看到他又在烤鱼。 嘿嘿,大兄弟又在烤鱼啊。 他看了我一眼,笑着说是白菜妹妹啊。 这条鱼快烤好了,你先坐。 突然后回给白菜起这个名了,这也太难听了。 之后我们又聊了很多,比如他叫陈青来自岭南,这次来是为了进京赶考路过此地,听说有高僧讲学,便来这里住几天。 而我则是一个两三岁没了娘,四五岁家破人亡的励志姑娘。 最后我们愉快地道别,可是我知道我们很快又会见面的。 果不其然,当晚我屋子就遭贼了,那个贼舞动着大刀,即使看不见脸我也知道他此刻有多猥琐。 我是叫天天不应,叫弟弟不灵,就在那刀离我只有几步距离时,陈青从天而降,替我挨了一刀。 我瞅准时机给了那贼一脚,正当我要和他拼死一搏时,他跑了。 看着趴我身上昏迷不醒的陈青我放弃了追贼的想法,把陈青扶到屋内。 看着床上被五花大绑,嘴里塞着抹布的陈青我深深懒腰,就趴在一旁的矮榻上睡着了。 第二天,睁眼就看到陈青躺在床上一脸猛的样子。 我走过去,把他嘴里塞的抹布拔出来。 说吧,接近本公主,有什么目的? 从第一次见他,就觉得有点不对劲。 他说的身是扯,他的更扯,一个岭南人说的口音一点儿不像当地人,而且一个书生却满手的剪,那粗糙的手一看就经常练武。 我虽然不太聪明,但我也不傻呀,只是有时懒得计较索性装傻。 不过今天,还以为真欲贼了,结果那个贼砍完人就跑了,这再看不出来,傻我真的就傻了。 我呵呵一笑没有理他,将事先背好的剑指向他,如果你交代清楚你是谁。 本公主或许可以饶你一命。 他丝毫没把我的威胁当回是海啸。 哈哈,听说最受宠的平昭公主,恶毒愚蠢,奇丑无比,就算是娶头珠,都比娶她好,却不曾想真正的平昭公主,也不算太傻。 他遗憾地叹口气,本以为能英雄救美,最后美人在怀呢,真是可惜了。 然后我就看见他把绳子正断了。 我慌乱地拿剑乱砍,可惜他一招就把我的。 剑打掉了,哦呼,家人们再见了,我以为我要原地升天时。 他开口了我从未想过要伤害公主,相反,还很想保护公主,我叫须不赞,这次没有骗你。 我刚想说信男人倒霉一辈子时,他就快步跑到右边的窗户跳出去了。 有缘再见,公主。 说完就跑没影了,随着正门传来一阵脚步声,门开了,白菜红着眼睛跑进来,后面跟着一队的士兵。 公主真过分,这次离开,连白菜也没有告诉。 害白菜担心了好长时间,皇后娘娘都快急疯了。 八等我到了宫里我才知道,原来墨国要来我们这朝贡,据说是为了两国友好交流,特地派的墨国的大皇子来的。 那个大王子,如今二十有一,却尚未娶妻,却说是对我情根深重。 我? 我和他面都没见过,还情根深重我呸。 说到这我想起来了,墨国皇室的姓就是须补,须补赞应该也是墨国皇室之人,可是书里并没有提过这个名字啊。 而且书里没有墨国前来求取的事啊。 提到墨国,我是一阵后怕呀,原书中楚娇就是驾到墨国,然后死无葬身之地的呀,不行不行,我不能去和亲。 此刻我感觉我十分危险,毕竟身为唯一的公主即使受宠,如果非让我去和亲,我也跑不掉啊。 还好我没有和原主一样欺负宋承玉,少了宋承玉的推波助澜,我应该有很大机会可以不用和亲的。 想起宋承玉,但是又想到了她和那个女孩子说话的场景,我摇了摇头,然后去了夜晨她家。 你说我此时偷偷逃跑,他们找不到我会不会就不让我去和亲了。 呵呵,就你那鹿痴样,你能跑哪去? 你能跑到原家寺,我都觉得是佛祖显灵了。 那我得病。 就是很严重,很严重地快死了那种。 你当太医是傻子。 我买通他们。 你以为是画本呢? 而且病也不好控制,容易被发现。 这也不行,那也不行。 那怎么办呢? 还有三个月,他们就要来了呀。 你可以找个人私定终身,最好有个孩子再怎么样,这大皇子总不能好人妻吧。 办法倒是挺好的,可是就三个月我怎么有小孩呀? 要不,小爷给你。 我很厉害的,他突然医。 脸认真给我吓坏了,我给他一个暴力,想得倒挺美。 你的想法很棒,谢谢了。 我要先去找人了,还有三个月,不能再等了。 我丝毫不顾身后夜尘的呼唤声,朝着皇宫跑去。 从那次母后对夜侍郎的态度我,隐隐觉得不对劲,虽然当时没放在心上,后来还是托人去查了。 不查不知道,一查吓一跳啊。 母后曾经和夜侍郎有过婚约,但是那时夜尘他娘怀了夜尘,便逼着夜侍郎退了和母后的婚约娶了她。 而后来,母后在游园时遇到了父皇两人一见钟情,最终父皇娶了母后。 后来夜尘他娘是欲结于胸,上吊自尽的,想来应该是因为夜侍郎心里有人的原因吧。 至于为什么提这点,因为当初把我推下水的,就是她。 我为什么知道? 因为那天宋承玉不理我,我就想着和她和好。 那天月黑风高,我偷偷爬进了宋承玉的院子,想给她一个惊喜,却听到她和小思交谈的事情,其中就由我被夜尘推下去这件事。 她如此害我肯定是因为自己母亲,因为父亲心里有人郁郁而终,为了给母亲报仇她丧心病狂,想要害我这个可怜的人,让我母后伤心。 一定是这样的。 亏我曾经给她买糖葫芦,请她吃糕点,带她去看恒山上的瀑布,帮她抄作业。 终究是错付了。 在不知道她下一步之前,我也不能轻易暴露自己知道这些事情,不能打草惊蛇。 装傻吗? 我最会了。 现在当务之急事,赶紧找个人有个孩子,我抓耳挠腮,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。 就于是后来的一段时间,我都和我的一中情人,在大街上秀恩爱,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和她的情意绵绵。 这位兄弟是英王独子楚夜,平日里喜欢种花,种草啥的,没有什么世俗的欲望,这就很好,不用担心其他的事情。 并且还未娶妻,因为别的千金小姐,看她呆头呆脑的,都不喜欢害怕下一代基因不好。 但是她很符合我的要求,于是在我的威逼利诱下,她终于平静地接受了现实,愿意配合我的表演,然后我小心翼翼地从她的花棚里出来。 我和她商定好了,先秀一段时间的恩爱,然后假装生米煮成熟饭,最后求父皇赐婚。 等到莫国大皇子走了,我们再上演夫妻感情破裂,最后合理。 当然,条件是要给她介绍茂美媳妇,商议好后,我们决定尽快实行。 那天我在街上被人打劫,我因为漂亮柔弱差点被贼得逞,这时楚夜来了三下两下给贼打得满地喊爹。 而我们俩则一见钟情,干柴烈火壳。 最后在我的努力下,我们俩相爱的事情传遍了下国,百姓们都被我俩的故事感动得痛哭流涕。 这贼也够大胆的呀,连武害之首都敢起色心,平日里一定没见过女人吧,太可怜了。 这英王之子真乃勇士竟然能收了这武害之首,快感谢他的壮烈牺牲。 呵呵,灭国霸百姓们瞎了,有腻谷,这叫有腻谷。 连续演了一个月,在我觉得可以求父皇赐婚的时候,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 那天在天字一号楼的房间里,我刚和楚风演完恩爱、戏马,无聊的我像往常一样看着楼下的人,忽然间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心不由地颤了一下,楼下的似乎有所感应抬起头来。 我们就这样对视了一眼,她还是一如往昔的好看,只是那气质却不同了,比起以前更有距离感了。 我不动声色地将眼睛一开,假装她是无关紧要的人,她不想理我,我自然也不能舔着脸,再去让她和我说话了。 结果,没想到她进来找我了,听着她称我平招公主时,我有些难过,到底没表现得太明显。 我僵硬地点了点头,看向了她身后一位,女子。 虽然她穿着男士衣服,但是还是能一眼看出来,这是个女子,能跟在宋承玉身边,女扮男装的只有一个,本书的女主唐科。 而楚夜看到人来就知道,她表演的时候到了。 娇儿站久了会累的,累坏了,我会心疼地说完她赶紧掺着,我将我带到了桌子旁坐下。 唐科看着我们恩爱的样子,眼里满是羡慕,她倒也不用羡慕我,因为将来她和宋承玉的爱情,才是别人羡慕不来的。 不知宋公子前来有何要事? 若是没有爱情,我虽未将话挑明,但言下之意,就是有事就说无事就走。 她淡淡看了我一眼,就一直盯着楚夜,楚夜被她盯得也是浑身不自在,下意识往我这缩得更狠了。 我壮丝安抚地拍了拍她的胳膊,傅又看向宋承玉。 不知 宋公子有何事要说? 明明不理人了,又搁置站着不走。 哼。 在下有话想与公主谈谈,不便有人在场。 她都说,有事了,想必真的有事,我和楚夜又是一阵难舍难分,终于等人都退下后宋承玉默默地关了门。 好了,人都走了,宋公子有什么要事吗? 没有的话,我也要和夜哥哥继续过二人世界了。 二人世界,她边说边向我走来去了一个夜晨,又来一个楚夜。 楚娇你,真是厉害。 我不服也学着她说话幽论厉害,本公主哪里比得上宋大人? 前有娇娘子月下赏灯,后有小书生屏竹夜谈。 本公主哪里比得过你呢? 还是觉得不过瘾,我又说不是不理人了吗? 有本事一辈子别理人呢? 本公主不想和你说话,出去。 她皱了皱眉,似是想到什么? 轻笑一声,我确实很气你。 气你,她顿了一瞬又开口。 你吉吉那日是二伯发丧之日,二伯无子小时也是二伯最为疼我,未能参加公主吉吉之礼成狱也是很抱歉。 炎炎是二伯唯一的女儿,那天不想她太伤心,才带她出门散心,难怪路上总觉得有人盯着原是被公主看到了。 至于你说的小书生名为唐科,我俩同为男子,不会有什么的,我也从未和她屏竹夜谈。 我翻了翻白眼,果然只有男主看不出女主是女扮男装,算了,他们的爱情故事她也不想掺和了,她现在的要事就是把和亲仪式过完再说。 她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锦盒本想吉吉那日给你,如今给,应该不算晚吧? 不算,我原谅你了,吉吉之礼本就无聊至极你不来,也没什么的,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。 我接下了锦盒塞进袖子里,抬头却见她如沐春风的脸逐渐严肃,她动了动唇,还没说什么,我起身想走,她却突然拉住我。 楚夜不是你的良人,她护不住你,若是,公。 如有什么难事,可以先找成玉,成玉一直都在。 她话中带着微微颤抖,我睁开她的手,淡淡回了句。 走出了屋子,我回头看了一眼,她依旧定在那里,连手都忘了收回。 我攥紧了拳头,无颜看了她一会儿,这时楚夜和唐科走了过来,无声中我和唐科对视了一眼,她。 眼中依旧平淡无波,而我的心却颤了一下,我心虚对她笑了一下,便挽着楚夜走了出去。 那个锦盒明明很轻,此时却沉得我没有力气抬手,我把手伸进袖子,细细描摹着锦盒的纹路,是我最喜欢的桃花。 年年桃花依旧红,次次重游未相逢。 不知依人何处去,无语平栏即春风。 桃花无意入梦中,回眸一笑晚出逢,这是我曾和她一起看桃花说的一句诗,我告诉她我最喜欢桃花了想来,她应是记下了。 只是可惜了,这个锦盒我应该不会再碰了吧。 还有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,莫国的使臣就要来了,我想是时候向父皇提出赐婚了,可是还是晚了一步。 莫国使臣比原定的计划早到了一个多月,奇怪的是来的人分了两批,还有一批要再等一段时间。 使臣到来肯定是要摆宴的,我作为公主即使再不愿意也要前去赴宴。 宴会上来了很多人,其中宋承玉坐在台下第二排,身后站着的是唐科,我在母后旁边坐着一往下看就能和她对视。 后来我索性不往她那边看了。 楚夜不喜这样的宴会索性没有过来,当然不过来更好,因为一会势必有场大戏,她不在她更好发挥。 宴会已然过半我依旧不敢有半分松懈。 果然,莫国使臣站出来,说大皇子对我情根深种,想要娶我为皇妃。 大皇子须补月也站了出来说,自见过我的画像,便为我倾倒。 日思夜想,还表示不惜一切代价,也要娶我为皇子妃。 巴拉巴拉,说了一大串感人肺腑的话。 那大丙画的,简直是好的不要不要的,要不是看到她眼里的算计,我就真信了。 这时,四皇子楚月站了出来大皇子用情置身令人感动,若是能成了这份姻缘,也算是成了庄美事。 我看着站在台下的楚月,终于明白为何莫国使臣会提前到了,我竟然忘了书中的这位反派了。 楚月回到座位上,与我四目相对,她挑衅一笑,眼中尽是算计。 父皇似乎是被说动了,右手捋了捋自己的胡子。 月儿说得不错,两国相交亦是好事。 母后小声切了一声,又大声说道本宫曾答应过娇娇她的婚事自己做主。 大皇子求取之心本宫亦是明白,不过这嫁与不嫁,全凭娇娇。 父皇看。 向了我神色莫名,我深呼了一口气,正想有个大动作的时候,就听到台下有人喊道。 臣认为此事不妥,我往台下望去,便见宋承玉在台下跪着,离得有些远我看不到她的脸。 先不说大皇子与公主素未相识相知,仅停一幅画像,便想求取,未免太过草率,还请皇上三思。 他话音刚落,其余大臣,也都跟着求父皇三思,台下四皇子面容阴沉,眼神仿佛带毒,盯着跪在中央的宋承玉。 父皇沉默着没有表态,眉头一直皱着。 我急忙跪下父皇,儿臣不愿,大皇子凭借画像喜欢的不过是儿臣的容貌,等儿臣容颜老去或许,我掐着自己的腿,努力流下几滴眼泪。 大皇子看事情不对,朝楚越那边看去,只见楚越微微点了头,我隐约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,果然,大皇子又走上来。 我对公主的爱慕之情黏言不绝,愿以嵩山为聘,来求娶公主。 大殿中顿时响起一阵稀气声,嵩山面积不大,却是各国必争之地,因为那里有许多矿石。 百年来,各国相争,最后被莫国攻下。 用嵩山来换一个公主,在众人看来是多么划算。 我手心全是汉政党我打算使出我和楚越的计划时,宋承玉又站了起来。 嵩山自古以来就是各国必争之地,可以得见它的价值。 可据臣所知,在三年前莫国,便将嵩山的采用权给了北相国。 如今大皇子却说以嵩山为聘,求娶公主,是觉得我们下国太好欺负。 我下国虽说求娶和平,但也绝不是任人拿捏。 大皇子的诚意不过如此,又或者说大皇子并不把我下国放在眼里。 大皇子一时语色,满面怒容地盯着宋承玉。 满口胡言,孤定咬。 够了,朕累了此事在意,承玉跟朕来。 看着皇帝和宋承玉他们远去的背影,我如释重负。 母后拍了拍我的背早知承玉会帮你过去,又何必演那些不必要的戏,听着都觉得蠢。 我一噎,鬼知道,鬼知道他会帮我,明明都闹成那样了。 母后呵呵一声,你和承玉自小一起长大,他又怎会不帮你? 还好你那蠢法子没有用上来,不然我老脸都丢没了。 嘖嘖嘖,说完他起身走了,临走不忘踢我一脚,我揉揉屁。 鼓扶着白菜慢慢起来,扭头看见,楚月依旧坐在原地盯着我,看着来来往往出去的人。 我也朝他挑衅一笑,然后优雅转身,估计今晚有人睡不着了。 回到寝宫我赶紧,写了封信,让工人传给楚夜约他,明天见一面。 趴在桌边的我看着放在一旁的锦盒叹了口气,他帮了我还是找个时间去谢谢他吧。 第二天,我起了个大早。 等我到的时候,楚夜还未来我一如既往地趴在窗边,看着过往的行人,却倒看到了一个想不到的人,虚不赞。 如果没有猜错虚不赞,应该是莫国二皇子。 书中虽未提到他的名字,却有二皇子的介绍。 在书中最后有提到莫国下任的皇帝是二皇子,虽未介绍名字,想来应该是他。 我看着他进了一家成衣铺,本想继续盯着,看他干嘛楚夜来了,我也没继续盯着了。 有了宋承玉帮忙,我也不用再和楚夜继续演戏了,所以自己绕这么大一圈子,到底在干嘛? 果然如母后所说自己简直是蠢。 不过,媳妇我还是帮楚夜介绍了一个,沈尚书有个女儿容貌上成,性格也是温婉贤静,在书中曾经是喜欢男主宋承玉的,可以说是女配之一吧。 后来一次庙里上香,遇到了自己命定之人,而这命定之人正是楚夜。 我告诉他在特定的时间去庙里逛逛,他很是疑惑,庙里能找到媳妇吗? 我一脸高深莫测地告诉他。 不可说不可说,他还是不太信最后,索性不想了。 不用演戏了,他也不愿意和我待一起了。 推辞说自己的花棚还要照料,便先走一步,真真是无情。 没人陪我在这诺大的房间,倒也显得太寂静了。 看着往来的人群我心血来潮,想去转转。 一旁的摊边有个玉佩吸引到我,是由白玉雕刻成的兰花盛开的样子我,当即决定买下来,等一个合适的日子,向某人道谢。 正当我觉得无聊的紧就听到有人喊杀人了。 百姓开始仓皇乱窜我隐约觉得事情不对,就觉得脖梗一痛,随后就两眼一黑,失去知觉。 等我再醒来时,就发现自己在一个石洞里。 这里不隔音,因此我还能听到有人在说话。 由于药效还在,我只能躺在地上听着。 前期都是一些看守的人说着一些琐碎的事,后来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,是楚月。 这个混蛋果然憋着坏呢。 那个女人抓来了吗? 抓来了抓来了,她好抓,就是她还有暗卫我们忙活了好长时间,才甩掉他们的。 哼,父皇倒是心疼她,竟然还将暗卫给了她。 殿下,您看,我们抓人也费了好大的力,这钱。 后来的我就没听到声音了,不过想到那几个看守的人应该死了。 哼,活该。 又过了很久,药效终于过去了,在我还没有想好,怎么逃出去,就又听到了脚步声,而且越来越近。 我赶紧闭上眼妆做昏迷的模样。 这,四皇子,虽然我好美色,但是,你让我对着一个昏迷的女人,我这,下不去手啊。 少跟我来这讨,你还想不想要好处? 抓紧时间办完事,如今宋承玉正在全程搜索,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找过来,我们的计划不允许有半点差错。 这,好吧,如今我们的大军还有半月抵达,到时候迎娶公主之日,我们里应外合,等你当了皇帝。 嘿嘿,没错,等我当了皇帝,一定少不了你的好处,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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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楚越的声音逐渐远去,直到听不到声音,我才敢慢慢睁眼,大皇子看我醒了,一脸震惊,随即又奸笑。 这样也好,公主就让本皇子好好宠宠你,等到时候我做了皇帝,一定封你为贵妃。 看着越来越凑近的脸,我受不了了,朝着她腿部一脚踹了上去,她惨叫了一声,我怕被人听到,就赶紧用手砍她脖子,她又惨叫了一声。 不科学啊,为什么我就被砍一下就昏了过去,就这样,我又砍了好几下她才昏过去。 这样看来,砍脖子还是有用的。 我也不敢耽搁,刚才须不悦叫了这么多声,都没人来想来,应该没人我赶紧跑了出去。 这个石洞的过道不是很宽敞,有很多插路口,至于为什么没有了看守人,可能被楚越杀完了。 在我终于找到一个出口时,就听到有人喊在那里,我赶紧撒开鸭子,就跑,但是长时间没吃饭的,我哪里跑得过他们,没跑一会儿就被追上了。 但我还是没有放弃,如果再被抓回去的话,可能真的跑不了了。 我努力踹倒几个人,不顾一切拼命地往前跑,直到体力不支倒在地上看着追来的人,我想大步。 乐就死在这里,说不定还能穿回去,越来越多的人涌了过来,我闭上眼想着自己可能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。 就在这时天上炸开一朵烟花,背后杂乱的脚步声向这边冲过来,我安心地闭上眼睛,他娘的终于来了。 等我再醒来时,楚越已经被抓,而大皇子也因事情败露,被押入大牢等候处置。 这场密谋最终也以失败告终。 消息传到莫国,莫国皇帝大怒回信道大皇子任由下国处置,而他们也会派遣二皇子前来道歉,以凭众怒。 而我也因这次的绑架事件被强行禁足在宫中不得出门,白菜也因此事看我看得紧,母后更是没收了我的出宫令牌,并且在我经常翻墙的地方, 安排了守卫。 不仅如此他开始操心起我的婚姻大事,因为他觉得我这次出事是因为我太贪玩,是时候找个人管管我了。 于是将一打图纸扔在我面前,让我选一个,选好了我,才能出宫去玩。 看着厚厚的图纸我只觉得头痛欲裂,就在这时,工人通传说宋承玉要见我,想着他救了我,好几次我都没有道谢,就同意了。 我拿着上次买的玉佩,将她小心地装进一个盒子里,就急忙去见她了。 她一身紫色官服,在亭子里一站,倒真有点全臣的样子。 陈宋承玉见过公主。 免了,找本公主有什么事吗? 夜臣走时,曾给陈一封信,让臣交给您,本想着那碗给你,结果,公主现在身体可还有不适。 已经没事了,谢谢你啊,那天如果不是你的人来了,我恐怕就见不到现在的你了。 那天还好是宋承玉的人来了,要不然,我真要成刀下亡魂了。 我俩相识一笑,我又想起他的话,觉得不对劲。 夜臣走了? 他去了哪里? 他去了军营参了军,如今应该跟着军队走了说完,宋承玉拿出一封信递给我。 他走时见了我一面,让我将信给你,并且让我跟你说声对不起,希望你不要讨厌他。 我拿过信叹了口气,大致情况看了看信的内容。 其实,我从来没有想过讨厌他,虽然知道他曾经接近我是有目的的,但是他有时候对我很好。 那次推我下水,我想他应该犹豫了很久,当时我一个人在河边玩了很久,他有。 很多机会推我的,但是他一直犹豫,直到有工人喊我才推的我。 力度很轻,因此我也只是掉到了潜水处。 我看着手里的信妈撒了几下,突然想起我来这的要办的正事,我将信交给一旁的白菜,拿出放在袖里的锦盒。 这个给你,谢谢你这几次帮我,不然我现在估计已经嫁喝戏去了。 宋承玉不发一语地盯着我,之后将盒子打开,拿起那枚玉佩看了几遍,就揣进了怀里。 保护公主一直是我的职责,如今看到公主平安,承玉亦是万分欣喜,这枚玉佩承玉很喜欢,会好好保护的。 他说这话的时候,一直盯着我,眼角也因为笑意有一些弧度,恍惚间我感觉又回到从前,我不敢和他对视四下乱瞟,发现他身后跟着的不是唐柯。 不对啊,按照剧情发展宋承玉每次出门,都会带着唐柯寸步不离的呀。 唐柯呢,他怎么没有跟你来啊? 文言宋承玉皱了皱眉,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 你问这个做什么? 可,我就问问,问问都不行吗? 他最近经常不见人影,即使回来也是春风满面,我想应该是密德佳人了。 我满脸问号,什么密德佳人? 他就是佳人啊。 怎么回事,这剧情不对劲啊,怎么就春风满面了? 看着我不可置信的样子,宋承玉脸色阴沉了下来。 唐柯有了家人公主,为何有这么大反应? 难不成是看上他了? 算了,跟他说不明白,再这样下去,他父就没了。 不是,相处了这么久,你都没有发现他是女孩子吗? 宋承玉皱了皱眉,仔细思索了一下,又看向后面的人,那人立马居了一里,就赶紧退下了。 看来他是真没发现唐柯是女孩子啊,这也太迟钝了吧。 他伸手扶了扶我的发迹,笑着说我只对别人迟钝,对你从来不是。 听到他的这句话,我心脏漏了鸡拍,他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? 累得还有事吗? 没事我先走了,我忙着呢。 我刚想走,他就抓住我的腰抱住了。 我挣扎了几下,这人纹丝不动,我放弃了,人由他抱着。 抱了好一会他才松开我不会等太长时间的,等我。 我不明所以就点了点头,随后就…… 看到白菜过来了,手里拿着母妃让我选的各家公子的图纸,我正疑惑呢,他直接交到宋承玉手里。 他大致翻看了一下,随后将图纸折叠这些世家公子不仅顽劣,且都有通房如何配的上公主,这些纸还是由臣拿走最好了。 然后,他行了礼就走了,留我一人猛在原地。 白菜? 说,谁让你把图纸给他的? 还笑,本公主今天不把你按床上下不来本公主不姓楚。 又过了几天宋承玉派人送了封信,让我陪他去找唐科,这可是出宫的大好机会啊。 我立马换了男装,屁颠屁颠地去找母后,说明情况后母后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,扑驰笑了一声,然后挥手让我退下。 我问了身旁的工人,他们都不抬头看我将我送出店门,就啪的一声关上了门,这性子真的和我母后一个样子。 随后,我就和宋承玉来到一个小巷子中,根据宋承玉的探子说,唐科就在这里买了个房子,每天除了上班,就是来这里。 我观望着四周破旧的房屋,不理解唐科为什么在这里买了房子,甚至不理解宋承玉逐渐加快的步伐,他平时都是慢条思理的今天,真奇怪,是因为担心唐科。 终于他停在了巷尾,对面一座独立的房子,门已经破旧不堪,在封的轻浮下,支呀支呀地叫着,宋承玉这才向他的属下示意。 随着棚的一声门应声而开,随从瞬间包围了整个屋子,我被吓了一大跳。 他回头拉住我的手将我往屋子里带,进去我才看到,唐科正端着碗不知所措,里面的床上似乎还躺了个人,是个男人。 救命,这是什么大型修罗场? 正当我想说一句哇哦,缓和一下气氛时,一个熟悉的声音滑进了耳朵。 小公主,别来无恙啊,一见面就这么大理我实在承受不住啊。 是他? 须不赞? 唐科和宋承玉也很惊讶,应该是没想到我俩认识。 你们认识? 唐科是对着须不赞说的。 他挠了挠头,一边跟我识眼色,一边说在寺庙说过几句话,也算有缘。 我坦然地点点头,不顾宋承玉逐渐阴沉脸色,对唐科说。 唐公子,我有些事想和他谈谈,不知能否。 唐科点了点头,他如今伤势很重,每天都要喝药。 如今这药也快凉了,到时候药效就不好了,还请公主莫要耽搁太长时间。 我点了点头,又看向宋承玉,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,随后又恢复了以前的模样,沉稳地走出了门。 我知道他又吃醋了,这孩子咋醋尽,和我一样大。 我被绑那日,拖住山洞守卫的,不会真的是你吧? 那天跑的时候,我也疑惑,楚越一向心思缜密,怎么可能连个守卫都没有? 仔细一想,很有可能有人将人引走了。 宋承玉不可能他的援兵当时没到,叶辰当时应该在行军途中,不可能出现在那儿。 现在一看,这须不暂受了伤,应该就是他引走的。 没错是我。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感谢我呀? 如果是以前的话,我可能愿意让你以身相许,现在,嘖嘖嘖,恐怕不行了。 我挑眉怎么? 看上我们唐科了。 他突然脸一红看上了,怎样? 我摇了摇头你看上了,不一定能把人带走啊。 人家喜不喜欢,你还不一定呢。 他吃惊地睁大眼睛,想要做起来和我理论,但又因为受了伤一动就疼,他倒吸一口凉气。 什么意思? 我们昨天才约定终身的。 他不喜欢我,怎么会同意? 你们都约定终身了? 那我的男主咋办啊? 这这这,宋承玉这不就没人要了吗? 不对,有。 我 哎嘿 虚不在,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,说吧你有什么愿望尽管提,哪怕天上的月亮,我也给你揪下来。 你说真的? 什么都能答应我? 他一脸认真,我隐约觉得不妙。 嗯,那个,只要不过分,我应该可以。 我要虚不月死或者他爹死,只有这一个愿望。 这,不好吧,他是你大哥和亲爹爱。 怪不得他会帮我,呜呼又是一个惊天大奇闻。 文言他冷笑一声不再说话,屋子一时静了一瞬,这时唐科敲了敲门我也知道该出去了。 在过去一个月就是你来朝的日子,如果真的想娶唐科,我会帮你。 至于你说的,我会尽量想办法,不过不能保证我能做到毕竟他这次代表的是一个国家,若要他死,起码不能在下国境内。 一直到与他们告别宋承玉都未说话,和他刚来时的样子一点都不一样。 宋公子这是怎么了? 难不成刚才在院里不小心吃了醋? 等我说完他终于停下来,看我一眼,又继续往前走,则,不惊斗。 其实,我俩真的萍水相逢,没有什么事的。 我话说完,他又停下了脚步看着我公主又为何给我解释,去了一个夜晨,楚夜又来一个,我就算是吃醋,公主又怎会在乎? 也对,你不可能在乎什么事都不会告诉我,一次又一次地将我往外推,我在你心里能算什么呢? 他说完大步走了我当场傻在原地,但是思维告诉我,应该急忙追上去。 我不仅这样想我也这样做了,可是他怎么都不理我,然后我就一路追到了他府上。 下人似乎认得我并未拦我,我也一路畅通无阻地追到了他书房。 他独自站在窗边,似是感觉到我来了,不过依旧不说话。 我深呼吸,打算把一切都告诉他,毕竟女主和别人在一起了吗? 这不就给我机会吗? 不能耸,就算以后不成婚,也是可以的。 其实,我不是平昭公主,我叫楚娇娇,来自另一个世界。 我将来龙去脉,跟她说清楚后,看到她依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 好吧,可能她还处在镇惊中,来日方长,下次我再来。 没等我转身,她先动了,朝我走来,拉住我的袍子,所以你不是因为不喜欢我躲着我,而是因为你觉得我会和唐科在一起,就因为她是女主。 也不全是了,主要是我是公主,我要是嫁给你的话,你就只能是驸马了。 你这么厉害,当驸马多不好啊。 她没回答我的问题,反而是揉了揉我的头蠢。 我不服气,拍掉了她的手,向她的书桌走去送大人,还是和以前一样啊,摆的都是看不懂的书,无趣得很。 她点了点头确实,应该摆些什么霸道首府爱上我什么的。 我压抑地看着她,你,你是不是翻我床了? 我的书可都是藏在枕头底下的,除了白菜,好她个白菜,我一定让她知道小白菜,地里黄是什么悲惨故事。 这时,一个小厮进来,身后跟着一个十三四的小男孩,眉眼倒是和宋承玉有些相似。 小孩走了进来,规规矩矩地行了离紫霄,见过堂哥,见过公主。 我疑惑地看向宋承玉,她似是知道,我想问什么三叔的第四子,宋紫霄。 如今跟在我身边,之后就是他俩在那里聊一些我听不懂的话,宋承玉那严厉的声音,环绕在耳边,仿佛在旁边的,不是堂弟,而是下属。 过了一炷香后,宋紫霄才终于请辞,我看着离开的小孩,坐到宋承玉旁边,你对个小孩这么严厉干嘛,还是你堂弟呢? 宋承玉笑了笑正因为他是我堂弟才会如此,何况是他求的我。 后来我也了解一些,宋紫霄是他三叔的一个妾生的,而三夫人又不是善茶,不仅不让宋紫霄上学堂,就连吃食都不愿意给。 宋紫霄靠着他娘的积蓄,以及自己抄书挣得钱,才得以活到现在,怪不得来求宋承玉。 后来我天天带着各种糕点往宋承玉家跑,我告诉宋紫霄要多吃才能长高高,他一脸郑重地向我居了一礼,然后去学习了。 渐渐地我发现宋承玉越来越闲,而宋紫霄越来越忙了,我笑他压榨自己的堂弟,他笑着将我揽在怀里。 忙了小半辈子也该歇歇了,不然怎么娶我的美娇娘? 我愣了一瞬,不知该怎么回,原住里的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,他这么有才华,我不能让他只能做一个十全都没有的驸马,太憋屈了。 我可以不,傻子,相信我。 一个月已经过去,该到须不赞来的日子,为了帮他将唐科娶回去,我特意去求了母后任唐科为干女儿,也算是个公主了,等到宴会上让须不赞提出以维护两国和平,娶了唐科。 嗯哼,名正言顺。 当然,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,大臣们也都没有反对,在他们看来,唐科只是一个假公主嫁过去不亏。 好好对人家,不然我饶不了你。 我一本正经地说,须不赞不屑一笑用你说,我的妻子,我不好好对她,我都打我自己。 哼,最好这样。 不得不说我还要感谢你帮了我这么多大忙,莫国已经知道须不悦死在黑熊山了。 并且没人怀疑。 哼哼,那可不本公主一出马,只有成功,没有失败。 为了不露痕迹地除掉须不悦我付出了多少精力,终于在了解了黑熊山之后才决定让杀手在黑熊山杀掉须不悦的。 黑熊山有很多野兽出没,并且树木茂盛长年降雨,有很多未知的危险,死在那里理所当。 然,至于为什么会去那里? 那就只要在须补月回国必经之地制造点困难,导致部队只能选择另一条路。 而那条路必须经过黑熊山,这样就能死得悄无声息。 很多人低估了黑熊山觉得里面的猛兽不过耳耳,但其实只要踏近,就永远出不来了。 时间过得很快,送走唐科和须不赞之后,朝中大臣又开始闲了起来,然后将目光放在我身上,纷纷写奏折,批我年龄大,就是不嫁人,身为异国的公主,竟然是个嫁不出去的。 我…… 于是,那天早朝宋承郁直接表明想娶我为妻,整个朝廷响起了吸气声,经过众臣的劝阻,我和宋承郁的婚期定在了今年的十二月。 听到白菜告诉我的消息后,我急忙跑出宫殿,便看到站在殿外的宋承郁。 他拉着我的手是承郁不对这么晚,采取心上人为妻。 我耿在那里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小说里的他,最后成为全臣,除了皇帝属他最大。 而他的愿望,则是希望郑国公府九胜不衰,可如今他娶了我怎么带领郑国公府啊? 他似乎知道我的顾虑,我执你所想,不然我也不会忍到现在才求赐婚。 而且,宋子霄如今已堪当大任。 呵,我就说,干嘛压榨一个小孩子? 谁知他皱了下眉。 不晓了,我如他这般,已经开始管理郑国公府了。 我撇了撇嘴好吧,他们一家都聪明,我也不好说啥。 又过了一个月,我和宋承郁在城楼上送别堂科和须不赞,为何不亲自送? 因为宋承郁要娶我这件事,导致他的粉丝们十分愤怒表示这是阴谋。 他们要是看见我和宋承郁在一起,不把我撕了。 挨压美好的爱情,希望他们可以白头偕老。 我双手合十向月老许愿。 宋承郁揉了揉我的头会的,不止他们。 许完愿我歪头看了看他,没错。 还有我们,不止可以白头偕老,还要生生世世在一起。 宋亲的声音逐渐远去,红色的影子也渐渐消失,但是属于他们的幸福,还将一直延续下去。 全文晚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